有駕駛经过屏东国道3号时 竟然天外飞来铁片 砸中了挡风玻璃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不过駕駛吓坏了 赶紧报警处理 铁卫色秀旅车行驶路上 却越开越偏 这次竟然失控一路撞过去 后方骑士直击吓得尖叫 碰碰碰着撞击力道大 发出巨大声响 路旁停放车辆被撞到 整个弹起来现场扬起烟城 赶快停下来帮忙 现场一片狼藉 机车倒一片 遭撞轿车后车上凹陷 零件也喷飞 还好的是没人受伤 他好像速度蛮快的 故意接跑几个厅 早上8点多 照射26岁正姓男子 当时才跟朋友聚晚会 开车行进高雄凤山自由路 却一次精神不尽 先是他撞一旁停放车辆 随后又失控偏移 波及店家起楼机车 总共造成6辆汽机车毁损 另外在国道则是又出现惊魂意外 铁片直接插在挡风玻璃上 当下出现长长裂痕 天外飞来横货 驾驶也吓坏 恐怖事件就发生在4号下午1点多 当时驾驶开车在国道3号 接近南州出口 怀疑又是大货车上的 铁制品掉落尿货 将调业该路段CCTV影像及ETC门架资料进行比对 铁片杂车就曾闹出人命 如今不好好调查 就怕意外再度上演 谢谢高雄频道做不到